大梁检查了还是没有变形吗 没有 还不知道这个车子有用的还不开 我们拿着就要跑长途去那蒙古的 这个你放心好了没问题的 没问题吧 我们的这个车修好了 一个月零四天时间 已经全部修好了 花了三万六千块钱 都换了什么东西呢 换了一对这个原厂的轮骨 还有加通七菱的AT胎 两个门 还有这个反光镜 再加上这个套板 还有这个整个顶棚 因为它我左侧的安全气囊全部弹开了 所以整个棚都是换的 还有这个坐凳 坐凳的皮套和海绵 骨架还没换 主架这边后面这一块 这个都是新换的 从厂里出来的话 都是只有底色 后来在4S店的话 装上去之后重新做的漆 做的油漆 所以会有一点点的色差 应该说过个三个月吧 应该会好一点点 主要的就是换了一些板筋键 由于这个门重新换的 所以原来那个车贴也已经坏了 所以现在我们在一个汽车贴膜改装店 重新贴上膜 这时附近就有一个气配层 我们原来那个车贴也是这一家装的 这一家就是可以搞音响升级 隔音贴膜 它可以做360的全景 H有精英版是没有360影像的 你如果要装的话也可以装 这是副驾这边的这个原来贴的车贴 因为那边已经全损坏了 所以两边重新贴 重新贴的话 这上面有一层胶 扯掉的话有一层胶 陪上这个东西 我一擦就擦掉了 好厉害呀 看看 对 厉害吧 现在的东西可真好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太阳膜粘酒去除剂 这是我们撕下来原来的那个车辣花 质量好得多 还有弹性 装一根行车快充的移动电源的这么个东西 电线的话做成那个扣缓的话 它的发动机舱就进入不了 车内就要打孔 它这个电池里面有个打孔子 某个设备 所以我一说把电池接好之后就回家了 装这个东西了 他为什么稍后给你怎么着呢